立马帮帮忙第四季伟生 电视猜鸟的企划群 抱怨满天飞 他昨天在赶时间的时候 他对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要把那个放大字报的换掉 你怎么听我说 我要扣述 扣述谁 制作人 我还是研究生 请你给我机会 不要一直打盖我的本 下一季我是 保大明 第四季企划大胆启用电视新人 关注原住民社会议题 网络世代的原住民青年企划 成绩不俗 第二季就是我 我是来自内 DNA DNA 我就是第二名 作为电视猜鸟的企划群 并不害怕录影 反而最怕开会 因为动脑会议过程 充斥打枪与挫折 注意要培养一个电视感 就是你要想那个画面 到底是 这是我们最难的 这是我们最难的地方 然后 这真的很难 想听镜头背后的 母后工作人员甘苦谈吗 我们这一季 每周四晚上九点 一起来收看 DNA DNA MING PAO TORONTO